外侧吧,天要黑了,有点恐怖。 去外面? 去外面吗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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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去镇上看看有没有大象回来。 不能吃鳄鱼的,这边的鳄鱼也是国家级保护动物,只能看,摸都不能摸。 因为它是野生的鳄鱼。 这边因为它是野生的鳄鱼,不是导动物的鳄鱼。 看这边全部都是电网,因为里面是丛林,所以很危险。 所以也是防止小朋友跑到里面去玩。 太颠了,坚持一下,我们到镇上看看能不能看到大象。 其实刚刚如果我没有钻进丛林的话,大家是可以看到大象的。 我钻进丛林里面浪费了有快半个小时的时间。 看,这是当地人养的马。 对,我们现在是5点半,尼泊尔时间5点半。 小马。 等这个马长大了,当地人也会给他来到外面去做生意,洗马什么的。 对,因为我们和国内有两个多小时的时差。 现在是尼泊尔时间的5点34分。 在中国可能应该要7点40几分吧。 5点偏,路边试一下。 因为这边的路况很不好。 在丛林外围都没有人不外出水一路。 就是这样子的烂路。 那边有一只牛在吃草。 啊,太丁了。 看,从里面的雾气都上来了。 没有了太阳了,就飞得很快。 真的是大好牛。 我们现在去镇上,看看能不能看到大象。 我们身上还有很多马车。 还有牛车。 还有罗兹车。 就是可以给罗克来做的。 这不是什么树。 长着大炮的。 这有像不是椰子树。 棕榈树吗? 我们喜欢棕榈栈的树木。 我觉得很好看。 现在呢,我们现在往正上去。 这边呢是淋宁区。 感觉房子就很破。 他们呢,都是没有钱的人。 所以住在最危险的地方。 他们的背后就是原始丛林。 每年都有动物袭击人的事件。 经常就会发生在像他们这样的树子里面。 这边的地价会便宜一点。 然后我老公呢,想在河边那边买一串。 它变得很贵。 这个地的价格呢,就是看。 离景区安城的地方近,它就贵。 然后,离丛林特别近。 有不好的就很便宜。 然后往外房子就会越来越好起来。 因为离丛林远一点,就没有那么危险。 对。 对。